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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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的是李庄岸 以重庆打黑的真相 这个主题就是这个 实际上李庄岸这几年来 大家也都非常清楚了 可能香港的朋友 比大陆的朋友更清楚 应该这么讲 更清楚 为什么更清楚呢 因为当时大陆的媒体 基本上是被薄熙来 等人控制把持着 媒体也不敢发声 上到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 下到一些地势级的报纸 都是不敢说出真相 包括这个李庄案的 李庄这个形象 可能大家也没有真正的见过 今天算是真正的见了 你们以前见的 都是这个重庆公安局 重庆政法委 在法庭上 在抓捕我的过程中 拍的照片 你比如说我的照片 在法庭上受审的时候 我低一下头啊 扭一下脸啊 那数码相机 他一照啊 一下就十来张 再按一下 二十张 开一次听的几百张 然后拿回去 拿到重庆市公安局 王立军 国为国他们 然后就选 选最难看的 最恶心的 最卑鄙的 最下流的 最龌龊的 最不是东西的 挑几张法网上去 都是这么搞的 这个拍照片的总策划呢 姓汪 叫汪放 汪三点水 一个王 汪精卫的汪 他是负责照相的 事后呢 在重庆 还请我吃了顿饭 说李老师抱歉啊 当年 给你拍的 所有的 对外公布的照片 都是我 对外发出去的 当时没办法 薄熙来 王立军就指挥我 我们选照片 选的最让人反感的照片 发出去 我就哈哈一笑 就完了 他请我 吃了一顿重庆火锅 重庆这个事啊 我刚才讲了 这个 香港的市民 香港的朋友 比大陆的朋友 了解得多 因为香港比较开放 起码新闻啊 比大陆自由得多 李庄事件 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实际上 也有一个必然的原因 当时的重庆 2008年 王立军 6月份 调到重庆 任公安局 负责人 薄熙来是2007年去的 距离这个 下一届 的党代会 也就18大 还有四年的时间 这四年 这四年 要做出成绩 要打出声势 要吸引全中国 甚至全世界的眼光 怎么办 那就得做出一些 惊天动地的事了 这俩人啊 一拍即合 因为他们两个人 都是喜欢 大场面 大制作 大规模 大布景 他们俩都是喜欢 这个大镜头的人 薄熙来本身 就是学传媒的 二十多年前 重庆 不是重庆 说这个 大连 在大连当市长 全世界也都知道 大连有一个 好市长 人民的好市长 薄熙来 但是 在座的各位 可能都知道 92年93年 中国的大连市长 就是薄熙来 但是在座的 可能不超过十位 我问你们 大连的市委书记是谁 你们谁也不知道 跟薄熙来搭档的时候 的市委书记是谁呢 没人知道 为什么 本身电视台 报纸 媒体 各种宣传媒介 是归市委书记 管理 归市委书记 掌控 归党委口 宣传口 是归政法 归党委管 但是这市委书记 他不会宣传自己 一个市长 可以把自己弄得 风生水起 弄得全世界都 高度观众 所以说 他是学传媒的 他懂得宣传 懂得媒体 懂得包装 懂得 怎么把媒体 发挥到 极致 为自己的政绩 造势 王立军呢 更是这样 王立军所有的一切 都需要媒体 来配合 甚至他在重庆 接待重庆 接待东北的朋友 到重庆去 跟朋友吃饭 他都要有 专业的摄像师 和摄影师 把他和朋友 吃饭的 整个过程 要拍下来 然后 晚上没事 躺在床上 拿出照片 来自我欣赏 他任何一个工作 都要留下记录 留下录像和照片 这就是这两个人 所以说 他们这四年 在重庆 吸引了 全世界的媒体 又通过 全世界的媒体 把他们的一切 传达给了 全世界的民众 这里面 带有很大的 倾向性和误导性 所以说 我今天来呢 跟大家来交流和探讨 就是探讨这些 大家不知道的东西 实际上 香港的民众啊 我觉得比全世界 大陆不用说了 比其他任何国家的民众 了解薄熙来 了解王立军 了解重庆的真相 都应当是 最全面 最客观的 我认为是这样 它相比 跟其他的大陆 和其他国家相比 香港公民了解重庆 应该是最全面的 李庄安 到底怎么是一回事呢 就是在他们正在制造政绩 想让全世界 关注 给他们鼓掌叫好的时候 我走进了他们的这个局 当然这个局不是为我而设的 他们这个局是 打出声威 打出关注度 打出政绩 这是政治上的目的 经济上的目的 还有 把那些有钱的人 通通地抓起来 杀掉 把他们的财产 分掉 分了这些财产 干什么用 谁分 分给谁 就是 为他们的政治 目的 筹集资金 第二块 拿这些资金 在笼络 人心 比如说 给公安局的 干警们 三万六千多名 公安局 公安干警 要给他们 发西装 买皮鞋 按照国家的财政计划 按照中国公安部的要求 你警察 你就是发警服嘛 你怎么能发西装呢 他要发 另外你们 有媒体去过没去过 重庆公安局 我不知道啊 就是他的 公安局的警察餐厅 可以说 和香港的 五星级酒店的餐厅 没有什么差距 里面的厨师 都是外国厨师 服务员 都是外国的服务员 西餐的刀叉 都是银制的 就是你们香港的警察署 也达不到这个规格 你们香港的 政府的最高官邸 恐怕也没有这个标准 在中国 甭说是 其他省市的 就是公安部的餐厅 也没有这个标准 这些钱哪来的 大家可能都会问 起码国家 没有这笔钱 财政 没有这笔预算 民众 纳税人的钱 不应该往这个地方交 王立军可以 抓了很多企业家 什么陈明亮啊 李强啊 彭志明啊 管串了 李俊了 什么这个 这个 这个 等等 哪个人都不是 一千万两千万 哪个人都不是 一个亿两个亿 有的那一块地 就一千个亿 拿过来 盘卖 卖了以后 这钱干什么用了 我在微博上公开地说 你去问问重庆财政局 重庆的财政局 这么多年了 它就没有公布过 打黑四年 财政收入是多少 成千上万个亿 跑哪儿去了 重庆财政局说 我们重庆打黑四年 我财政局 那是私下的一个官员 向我透露 我们就收到了 九点三个亿 说这个黑社会老大 三百个亿 没收了 那个黑社会老大 九百个亿 没收了 钱去哪儿了 财政局才收到了 九个多亿 连十个亿都不到 龚刚摩是个什么人呢 就说我 李庄 我是带领一个黑社会老大 这个人呢 姓龚 叫龚刚摩 龚刚摩呀 他是 09年的 八月份 他的哥哥 龚刚华 到北京找我 通过一个朋友找到我 说我弟弟被抓了 然后希望你给帮帮忙 我当时在北京郊外 当时八月份 六月份唱红打黑 就全面开展了 如火如荼的 珊瑚海啸的势头 我说重庆是打黑呢 你弟弟不会是黑社会吧 他说不是 我弟弟不是黑社会 我弟弟老实巴交的生意人 做了一辈子生意 胆还特别小 说就从家里头啊 搜出来一把枪 二战时期的不锈钢 香钻的伯朗宁手枪 从俄罗斯 别人走私过来 卖给他的 他喜欢枪 从小就喜欢手枪 可是按照中国的法律 你家里边不能有枪支啊 你有枪支 私藏枪支弹药罪 这要判刑的 这是没问题 我说你私藏枪支 你肯定是有罪了 他有罪是有罪 但不是黑社会 我说还有什么罪呢 说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什么罪 就是 非法经营罪 什么叫非法经营罪呢 就是他弟弟啊 公刚膜 对外放高利贷 你在银行存的 这个存款 可能是几个厘 六厘 七厘的利息 他往外放了高利贷啊 二分 三分 四分 五分 六分的这么放 月息 放高利贷 王立军就把他抓了 是非法经营罪 就这两个罪 其他的没有 当时我不知道 有那么多事 后来我就 跟我的助理啊 就去了重庆 到了重庆以后 到法院办手续 这个时候已经快 开庭审判了 因为中国的司法 刑事诉讼 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是公安局阶段 侦查阶段 第二个阶段 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 第三个阶段 是法院的审判阶段 他前两个阶段 已经走完了 到最后一个阶段 该开庭了 他找到我 前两个阶段 本来是按照 中国法律 刑事诉讼法的 96条 应该是 抓了人以后 被告人 嫌疑人 就可以请律师 但是在当时的重庆 是不可能让你见的 你找谁来 也不让你见 整个侦查阶段 都不让你见律师 到了检察院 这个审查起诉阶段 仍然是不让你见 马上该开庭了 这个时候 他找重庆的律师 还是不让见 怎么办 就找我 我一听着 有点生气 这怎么 这律师旅行辩护权 旅行辩护职责 怎么连 见都不让见 那怎么见呢 怎么辩护呢 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 到法院 领了出厅的手续 起诉书 我一看 吓我一跳 这个起诉书上面 不像他哥哥 说的那样 什么什么 就是一个枪和一个 非法经营罪啊 这上面四条人命 五百发子弹 一支手雷 一支冲锋枪 十公斤毒品 这哪个罪都特别严重 后来我拿了这个 我还问他哥 说你这不是骗我吗 你弟弟这么严重的罪 你说怎么就一个枪的事呢 他哥哥说 我也真不知道 我弟弟很老实 这些罪行我真不知道 这是还有四条人命的 什么十公斤毒品 他根本就不沾这些 后来我就说 去看守所会见吧 会见这个公钢膜 到了这个看守所 到了看守所以后 看守所 这马上我到法院都领了 出庭通知书了 马上09年12月7号就要开庭了 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你公安机关在中央电视台 公布的是我们的广大的攻坚法干警 上百人奋战了半年之久 取得了2200套证据 109本卷宗 给我们的时间就半个月 我要看 记住 109本卷宗 不是109页 109本卷宗 2200套证据 这样落起来 从地面能顶到房顶 都成不下 几百名攻坚法 奋战了半年 昼夜奋战 取得了这么些材料 让我们律师 一审不让看 第一阶段不让看 侦查阶段 第二阶段不让看 审查起诉阶段 马上该开庭了 给你这些你去看吧 你怎么看得过来 当时我到法院 我就跟审判长陈远平就说了 能不能给我们延期 这时间太紧张了 这么多卷宗 后来他说你放心吧 没多少卷宗 过一会儿数据员拿来了 说给 就这么多 两公分厚 两公分厚 我说你们不是 中央电视台对外宣传的是 109本卷宗 2200套证据 你怎么才拿了这么点呢 他的书记员说 我们也没办法 你有意见 你找检察院吧 检察院就给我们 移送了这么点卷宗 好吧 时间紧 我就带着我的助理 我们赶紧去看守所 到了看守所把公刚膜提出来 还没提呢 到了看守所 交手续啊 交律师证 交会见函 交介绍信 交委托书 交完了以后 看守所的警察说 不行 不能见 怎么还不能见呢 我说 得让公安局的过来 陪着你们见 当时 这是我第一次 跟重庆公安局发生冲突 就从这开始的 你凭什么不让我见 都什么时候了 你让公安局的陪我见 我用不着 法律有明确规定 律师会见 不被监视监听 他说你说那没用 我们这儿有我们这儿的规定 王局长来的就是这规定 这个所有涉黑案 都要有公安局的陪同 就吵起来了 全国各地的律师 有几十个在后面 上前吵架的就我一个人 后边的人都拿手机照相的 可能就我傻 冲上去跟他们干 吵了半天没有用 后来我让我的助理说 你上楼 把那个看守所长叫下来 或者把那个住所检察官叫下来 他上去了 各个门都锁着 我自己又上去 一个门一个门地敲 后来敲出一个来 是副所长周青 我就跟他讲了 我说周副所长 他这胸前也带个吊牌 跟记者胸前这个牌一样 周青 我说我们会见怎么还要监视 还要等着公安局呢 没办法 我们这就是这规定 说什么都没用 说你有千遍万化 它有一定之规 就等着 我们从两点一直等到四点 他们打电话给公安局专任组 一会儿来了两辆中巴 以为客 特警 到了以后 我又跟这些特警们吵架 吵了半天 没办法 人家的地盘 人家做主 最后我们 身后跟着两个警察 监视着我们 就到了会见室 中间 是铁栏杆 把公钢膜 从里面提出来 有两个警察站在他后面 我和我的助理 就站那个 有一个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桌子 我的助理马小军 在这记录 我会见公钢膜 我就问他 公钢膜 这是你说的吗 因为我在去法院 到看守所的路上 我快速地看了看那些卷宗 那些卷宗里面 就是公钢膜的这个笔录 有两份 一份是09年10月28 一份是09年的11月16日 两份笔录 这两份笔录 出奇地一样 惊人地相似 为什么呢 就是10月28份这份笔录 是比如说张警官做的 11月16日号 这份笔录 是李警官做的 问的问题一样 答案一样 语言 错别字 标点符号 地方方言 段落 哪都一样 我一看这样的笔录 就是 11月16日 是粘贴复制的 10月28那份 复制过来 克隆过来的 这是一 第二 里边的问话 非常的幼稚 比如说警方问公钢膜 你手下有多少小弟呀 他说 有好几十个 他们干什么坏事 都跟你说吗 都跟我说 他们有什么事 都向你请示吗 都向我请示 就这样的问话 这哪像一个黑老大 杀人不眨眼的黑老大呢 后来我见了 我一看这个笔录 这不是死定了吗 这个 这哪个罪 都给我枪毙你的 所以说 我提出他来以后 我就问 我说公钢膜 这都是你说的吗 他眼泪啊 马上就下来了 说那不是我说的 那都是他们事先编好的 编好了以后 拿过来让我签字 我不签就打我 怎么打 我说 把我吊起来 吊到两米多高的地方 墙上钉着钉子 拿着手铐 挂到钉子上 这个 因为公钢膜很粗啊 到我这儿 也就是一米 它在顶 也有一米六嘛 它很矮 吊到两米多高 我说吊了多长时间 吊了八天 我说你八天八夜 要是这么吊了 这边物理性的 就断了 他说不是 昼夜不停地断 下面呢 是一个电脑桌 让你的脚尖 可以踩到这个桌子上面 脚跟 到不了桌面 就这么吊着 什么时候你签了字 什么时候放你下来 一开始他不签 这些什么杀人 什么毒品 枪支 我都不知道 你凭什么让我签字呢 他不签 不签就在上面挂着 大小便就下来了 到了第四天呀 大便都下来了 后来他就跟我讲 我说那大便下来了 那你那是审讯室 那怎么审讯 那不臭吗 他说他们就把我放下来 因为八月份嘛 八九月份 重庆是最热的季节 他穿着短裤 大便就下来了 下来以后呢 审讯他的警察 一个叫藤伟 一个叫 彭伟 藤 飞黄藤达的藤 还有一个彭 彭伟 藤伟 还有一个警察 姓张 叫张科 科学的科 工长张 就把他放下来 放下来以后 让他用手捧着大便 到卫生间去 脱下内裤 擦拭地板 之后再裸体 再吊起来 裸体再吊 吊起来以后 裸体啊 一丝不挂 他们的刑警支队 副支队长 姓何 叫何建宏 这个时候呢 他从门口过 从门口过 一看 呦 这太不像话了 这个 赶紧把衣服穿上 那个叫彭伟的啊 又把它放下来 放下来以后 拿那个刚才 擦拭过地板的短裤 再穿上 继续掉 就这么弄 这个笔落 都是这么形成的 在铁山坪 重庆最著名的 黑大魔窟铁山坪 铁山坪 是个风景如画 非常美丽的地方 是个国家 5A级的森林公园 但是在铁山坪的 大山深处 有一栋楼房 那就是专门拿人体 它的牌子啊 门口的牌子是 重庆市公安局院 民警战训基地 战争训练基地 战训基地 他们是拿活体做战训 很多人在那被打 很多的冤甲错案 口供从那形成的 说到这儿以后啊 我就非常的惊讶 愤怒 加上我在 这之前 等了那么两个多小时 我非常的气愤 又听到了这样的 令人发指的东西 我的火气一下 就控制不住了 我当时就问 这个公钢膜啊 搁着铁栏杆嘛 我说你手上有伤吗 没有 他说有 我说你伸出来 我看看 伸出来 两个手腕 有环形的 对称的伤痕 疤痕 因为他这个 这个吊起来以后啊 那个手铐啊 他把那皮啊 都滑脱了 就结了疤了 看了这个以后 我就问这个公钢膜 我身后站着俩警察 他身后也站着俩警察 四个警察 我就问公钢膜 我说这个人 他打你了吗 这个 他看了看 没有 我说这个呢 他打你没有 他说没有 我说那个呢 你看他身后还站着呢 我说那个呢 他扭头看了看 他不说话了 我一看那个人 胸前吊着那个牌 叫张科 我说你 他是警察 特警 专案组的 我说你 出去吧 出去 你已经涉嫌 行刑逼供犯罪了 你是重庆 打黑除恶以来 最大的冤假错案的制造者 你早晚会为这事买单的 他就跟我吵起来了 说啊你牛逼什么 你北京来的 你怎么样 这是重庆 我说这重庆 重庆也得归 中华人民共和国管 重庆的警察 也得服从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重庆怎么了 我俩就吵起来了 我俩就吵起来了 吵起来以后 有个老警察 就把他给蹲出去了 蹲走了 那老警察 站在那儿了 还是四个警察 把这个张科 给蹲出去以后 他还是不服 他还拔着门口进来 还骂我呢 我们的会见 就是在这种状态下 会见的 后来我就跟公安摩说了 我说从现有的笔录上看 你给我枪毙不止一次了 如果你要想活命 你必须把这些口供推翻 将来开庭 我会问你 你不要怕 在法庭上 我会问你这口供 怎么形成的 你要如实地揭露出来 大胆地揭露 用肢体语言 把它展现出来 你的疤痕有啊 你得让观众 让审判长 让检察官 让媒体 你的律师 都得看清楚啊 你要是 最后一个机会 你抓不住 这个法庭 会宣布你死刑的 他说他们能听吗 他们要不听 怎么办呀 我说我会申请法庭 为你验伤 如果这个法庭 不验你手腕上的伤 我就罢庭 这庭不能开 这个罢庭啊 大家知道罢工罢课 没听说过罢庭 罢庭就是 开着开着听 我不开了 走 审判长你审吧 中国的法律 有一个规定 死刑犯 必须得有律师 没有律师 这个庭不能开 后来我就说 他们要不给你验伤 我就罢庭 起来就走 我身后不是 站着俩警察吗 左边的警察 两手抱在胸前 哼 你走了 你以为中国 就你一个律师啊 他那意思 我走了 政府会为他指定 其他的律师 他这句话呢 提醒了我 我想我要真罢庭走了 政府再给他 指定一个律师 怎么办 照样判他死刑 为了防止政府 给他指定 我马上做了一个决定 我说公刚膜 来 你写 你在我的授权委托 你给我的授权委托书上 你再写上几个字 他说写什么字啊 拒绝人民法院 为我指定 其他律师 他说 我不会写这几个字 后来我让我的助理 马小军 我说你你写 写完了让他抄 我的助理写完以后 他就在那个 授权委托书上抄上 这样一弄 就把法院的退路 给他卡死了 不能说 我让你法院验伤 你不验 不验 我台北口走人 你指定其他的律师 没用 公刚膜写了 拒绝人民法院 为他指定 只能由我来 只能由我来 如果我要来 你就得咽伤 这就把法院的退路 给卡死了 所以说薄熙来 王林军恨我呢 必须得把我抓起来 这样跟公刚膜 交代好了以后 我就回北京了 我还没有回北京 这是见了三次 哪一次都不顺利 都是秘密 都是监视 监视以后 这是到了12月15日 12月17号不是开庭吗 我12月2号 就赶到了重庆 从北京到重庆的 那天晚上的最后一个航班 9点多 我刚上头等舱坐那儿 我坐的是 EB 这个王立军啊 我刚坐好 王立军上来了 他紧跟着上来 上来的那个距离啊 他坐的EC 就是我们之间 就是头等舱中间 那个过道 就跟我跟何老师 也就是这么远 头等舱 他那个飞机上的过道 可能也就是八九十公分一米 他带着五个保镖嘛 我带着我的助理 他的五个保镖 有三个保镖 坐经济厂 我的助理也坐经济厂 还有两个贴身的保镖 就坐在他身后 那是09年的12月2号 我们飞往重庆 我到重庆去 是应北京 律协的领导 北京司法级的领导 通知我 说听说你在重庆啊 跟人家 发生的这个 争执很厉害 他们来北京来告你 撞来了 说你干扰人 重庆的唱红打黑 我就跟领导 学了学这些 法西斯式的 野蛮的执法 审讯方式 领导说 你这样啊 我们也相信 你说的是真的 你最好去一趟 去一趟的 跟他们 好好地谈一谈 把你的想法说 我说我的想法 就是验伤 不验伤不行 后来说 我说我尽快去吧 就是12月2号 我就跟我的助理 飞到重庆 在头筒舱 碰上王立军嘛 只不去了以后 就发生了 3号就发生了 最激烈的争吵 跟那个张科 完了之后 我就等着 第二天 12月2号 我到的 12月3号 我跟公刚摩案的审判长 重庆医中院的 这个 陈远平厅长 我就跟他讲 还有李副院长 还有何一厅 其他成员 我就把我的意思 跟他讲了 公刚摩案 有严重的刑讯逼供 你必须得给他验伤 不验伤 这厅不能开 后来这个 要开 我就罢庭 什么叫罢庭呢 我说我 李院长 陈厅长 我给你们讲个例子 因为我在东北 也是 薄熙来 王立军 曾经待过的地方 辽宁 那个时候 他们就知道我 我带领过一个案子 叫朱立言的案子 朱立言 也是被打得胸骨骨折 腿骨骨折 也是被打的 后来我就跟他 要朱立言的这个联系 我说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被打了 现在都好了 我说去验伤去 人家公安局也不给验 他说我从看守所 出了看守所大门 他们带我去验过伤 出了大门 往右拐 开着车走个三四公里 左手有一家医院 带我进那儿看的病 我就带着我的助理 顺着他描述的这个方向 我要取得 刑讯逼供的证据 在东北 那是好几年前了 06年07年的事 我带着我的助理 在看守所那儿 一出来 往右拐 开车走三四公里 就沿途看有没有医院 还真看到了 辽宁省灯塔市 第四人民医院 我们进去到骨科 放射科 照相 就查朱丽颜的名字 没有 后来 我把看守所的一个御医 通过朋友也给请出来了 请到一个饭店里 我想请他吃饭 了解一下你们看守所 朱丽颜的事 结果呢 他说 我们去看病是真的 但是不能叫朱丽颜 我们就叫李颜 都画名 不能用真名 我这才知道 我赶紧又去 那个医院 找到了李颜 拍的胸片 和这个腿部骨折的片子 拿了这些录音和录像 在朱丽颜审判的厅审当中 我给法庭出事了 审判长和公诉人 都大吃一惊 他们不知道我怎么搞到的 当时在辽宁这个案子 我是 我讲的这个故事啊 就是朱丽颜的故事 是说给重庆的院长 和厅长听的 公刚摩案的审判长听的 我说我讲的这些 希望引起你们的重视 那天在 重庆在辽宁开庭的时候 朱丽颜案在辽宁开庭的时候 我就采用过罢庭 希望我们在重庆 不要采用这种方法 对你对我都不好 提前给公刚摩验伤 他说你怎么罢庭呢 重庆的院长厅长审判长 他没有见过律师罢庭的 他没见过 我就给他描述了一下 我说我告诉你怎么罢 在辽宁 我说我去会见朱丽颜 也是跟重庆一样 专案组警察就监视了我见 你监视了我见 我就不见 见了也白见 你这厅不能开 我要求在开庭前 不受任何监视 正常自由地跟犯罪嫌疑人交流 给我一个机会 如果不能达到这一步 你这厅不能开 结果呢 人家辽宁朱丽颜 那个专案组啊 法院啊 院长就说 他是06年的 5月27号要开这个厅 我说你不能开 他说你说不开就不开了 我们都提前两三个月 武警 特警 交警 各县法院 区法院的法警 防暴支队 电视台 广播电台 媒体领导 人大 政协领 领导都安排好了 我们那几天准备 昼夜的审 起码得审 因为好几十个被告 要审一个星期 每天中午的盒饭都联系好了 什么通信指挥组 后勤保障组 交通运输组 我们都弄完了 你说不开就不开了 我说你肯定不能开 你开了也白开 他说那不行 我们必须得开 我说好 开吧 5月27号开庭 那天一开庭呢 这个 审判长 一开庭 他有个法锤啊 棒 这么一敲 拿着这个 书稿就念 辽宁省辽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 今天在这 依法公开审理 以朱立言为首的 特大黑色 我说审判长 我有个事 我要说一下 审判长 你闭嘴 等会儿再说 继续念 辽宁省辽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 我说审判长 我有紧急情况 要报告 你怎么回事你 警告你了啊 你得服从法院的 法庭的统一指挥 辽宁省辽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 还点人见的 我起来 走走走走 让我的助理 拿着电脑去线 走走走 拿档案袋 走 走了 这就叫霸厅 你开吧 走到门口啊 我还回来 跟着审判长说 我说审判长 你注意啊 你要开庭 你继续开 但是这个人就不能判他死刑 如果判他死刑 你这个厅开了白开 因为法律有规定 死刑犯必须得有律师 我就走了 走了以后 这个厅一拖 就是快一年了 不能审 这个第二天呢 各大报纸就出来了 就说我啊 罢庭 扰乱法庭审判秩序 辽宁省 当时王立军 那个时候 在辽宁省打黑办 就是副主任 他们就到北京 要抓捕我 逮捕我 说我扰乱法庭秩序罪 后来北京方面说 扰乱法庭秩序罪 得有殴打辱骂审判人员 持谢暴力冲击法庭 我说我也没有打谁 也没有骂谁 我水平不高 你不让我见他 我辩不了 我走行吧 就没有 没有抓了我 第二次 他们又去北京 又找起来 又控告我 说要吊销我律师执照 我也没有犯什么规 犯什么计 你凭什么吊销我 北京那边又给他回绝了 第三次又去了 说求求你们 让李庄别管这事了 好吧 说这李庄管不管 是他和当事人之间的 合同契约 合约关系 我们司法局也不能干涉 那连弄了三回 没办法 实际上那个时候 王立军已经恨上我了 那个时候他就知道我 所以说09年一唱红打黑 我一去 他一听 这家伙又追到重庆 来跟我找事的了 实际上我不是 我是很正常的一个业务 他认为是 包括薄熙来也认为 说我这准备 准备上位呢 你这来这儿搅局的这事 我很正常的一个律师业务 他们俩都误会了 所以说我跟那个 重庆一中院 讲完这个故事以后啊 那审判长就吓坏了 说你要这么弄的话 那我们重庆 每一个案子都不行 说你一贯都这么多年 一贯都这么辩护吗 我说是 就这样辩 他说好吧 好吧 我们马上汇报吧 汇报 这是12月3号上午 我们一直谈到了 中午一点多 都没吃中午饭 我说7号的厅还能开吗 我说你早点告诉我 因为12月3号 咱们谈完了我父母啊 12月5日过生日 我说你要是确定 12月7号不开厅 我今天我就回北京 我参加我父母的生日 都80多岁了 12月5号嘛 他说那你等吧 3号等到11点 还没有消息 4号上午等 下午等 等到半夜 还是 我说听 给他打电话 开不开着听啊 那审判长说还得等 我们现在还研究 到了12月5号 还是没有开 还是没来电话 12月5号晚上吃完饭 这时候电话响了 法院的书记员来电话 姓张叫张红 说李律师 那个厅不开了 7号的厅不开了 我说为什么不开 那什么时候开呢 他说另行通知吧 挂了 我一听这个电话 口气都变了 另行通知吧 变了 挂了 我赶紧通知我的助理 马小军 我说快点收拾东西 当时在重庆的 五州大酒店嘛 一个五星酒店 我说赶紧收拾东西 这个地方不能单了 他们要动手了 我那助理还问 这动什么手啊 我们没干什么事 抓我们哥哥嘛 我说你赶紧收拾东西吧 两个箱子收拾完 从楼上 八楼 我记得很清楚 我们住的801 一个套房嘛 进去一个客厅 一边一个卧房 我们俩住的一个套房 收拾东西 开着工刚磨的哥哥 工刚华的那个 沃尔沃 大富豪车 他也吓坏了 说要抓律师 他也不知道怎么会 就倒车呀 就怎么就倒不出来了 吓得手忙脚乱 我说你赶紧下来 下来 他下来我上去开 开着一家油门 我们就上了成渝高速了 从这个重庆到成都的高速公路 叫成渝高速 一路狂奔 因为当时的重庆的江北机场 不敢去了 你从机场走 肯定把你扣住 抓住 我们上高速 从成都绕到北京回去 上了成渝高速以后 我的电话就一劲的不断了 各大媒体 因为这个工刚磨案 是重庆打黑的标志性案件 全世界的媒体都关注着这个事 都知道有个北京的律师来这 说必须要验商 不验商 这厅不能开 这消息就出去了 他们就打听这律师是谁 是李庄 电话是多少 就到处采访我的 我就一边开着车 这电话就一个劲响 我也顾不上街了 赶紧跑吧 所以我的撤退的路线 后来啊 王立军撤退的路线 和我是一门一样 他也是 他也是学我 驾车上高速公路 从重庆到成都 但是呢 我住的凯宾司机酒店 他直接就进了梅林馆了 我俩的目的地不一样 但王立军要晚跑一天 他也彻底完蛋 命都没了 薄熙来肯定要把他干掉 所以说重庆这些 年发生的这些事啊 到现在为止 重庆 我写了一本 我写了一篇文章 叫什么文章呢 题目叫 用二八规则 透析重庆现象 二八规则 透析重庆现象 二八规则是什么意思呢 二八黄金线 因为有人类社会以来 它就有一条二八线 比如说 空气中20%是氧气 海水中的20%是盐分 社会的财富的 80%被20%的人掌握着 20% 80%分配那20%的财产 这就二八线 这条黄金线是 有人类社会以来 始终是贯穿在市中的 薄熙来啊 就非常熟悉这条线 所以说 你看我昨天 我前天来的 昨天接受一些 香港媒体的采访 有的媒体 就把我的话 就给演绎了 我希望今天 来的媒体 能够把我的话呀 要报 可以报 我既然敢站到这儿 我就对我说的 每一个字负责任 报完整的话 本来我表达的一个意思 是一百个字 你不要从中间 选七个字 选六个字 拼到一起去报 那意思就变了 我说的是 重庆 现在很多人 确实 在说 柏王 好 你们记住啊 我的原话是这样 重庆 现在很多人 在说 薄熙来 王立军好 没有错 我承认 为什么这种现象 我用二八规则来透析它 来解剖它 怎么解剖 这么说吧 今天在座的有多少人 我也不知道 比如说 比如说五百人 我把前一百人 从这五百名里面 我找出一百个最有钱的来 就是最富有的前一百名 抓起来 把他们杀掉 把他们的财产拿出来 分给后面那四百人 后面那四百人 肯定说我好 起码大部分说我好 当然了 那四百人 如果都是法学家 都是经济学家 都是政治学家 都是历史学家 都是大学的教授 可能他们不会这么说我 说我好 而恰恰是重庆三千八百万人民 有多少法学家 有多少政治家 有多少历史学家 有多少经济学家 那些普通善良 淳朴的百姓 怎么能看透了 薄熙来 野心是什么 王立军的野心是什么 老百姓是善良的 老百姓也都是正义 和这个淳朴的 所以说他不可能有 政治家那种高瞻远瞩 也不可能有 经济学家那种远见着实 更不可能有历史学家 那种独际会员 不可能的 所以说我刚才讲了 你说 你在重庆当公安局长 当了八年 你也没给你的这个几万名 三万多名警察 买过西装和皮鞋吧 那为什么王局长来了 就可以买呢 就是干警们说 好 实际上也不是 真正的干警 你们可以去问 在座的媒体也不少 你们问问重庆那几万名干警 到底有多少说王立军好的 真正说他好的 没有几个 王立军啊 对外界宣传啊 媒体报道 我刚才讲了 一开始我就讲了 王立军薄熙来 他们都是搞媒体测试 当时抓我啊 你们不知道那场面 因为我刚才 我接着刚才的话题讲的了 从五号不是 一路狂奔顺着乘于高速 跑到成都绕道 成都回北京了吗 到了北京以后 领导就问 说这个 到底怎么回事 情况这么严重了 我说是 他们动手了 说没有事吧 领导还安慰我 我说有没有事啊 我心里 我有第六感官非常准 领导说好吧 那就这样 咱们开会 我们合伙人会议啊 因为北京市绿邪 包括北京司法局 甚至司法部 都被当时的博 影响着 极力地阻挠 那个叫李庄的家伙 来重庆 他要再来就把他抓了 当时呢 这个 我三号 跟他们吵完架 五号开完亭 我跑了以后啊 六号早晨起来 郭维国 你们知道吧 就王立军 从东北调过来的 那个副手 重庆公安局 副局长 后来跟 博谷开来 一起策划 英国人 尼尔武德 那个副局长 在合肥被判了 我五号走了以后 他六号就把 公刚摩 从看守所里 调出来 说 公刚摩 给你个机会 立功的机会 想活命吗 那谁不想活命啊 想活命好 签字 也是提前打印好的材料 让公刚摩签 签什么字呢 就是举报李庄 你的律师 交给你编造 刑刑逼控的事 公刚摩说 这我怎么能编造 这个我不能写这个 给脸不要脸是吧 给他加大力度 你加大力度 就走了 跟谁说呢 跟王志和熊峰说的 王志也是王立军 从东北锦州调过来的 杀平霸公安分局的局长 熊峰是从万州 一个普通民警 抽到市局专案组的 国为国让公刚摩签字 公刚摩签字 他跟王志和熊峰说 加大力度 他就走了 然后王志上去就 劈头盖脑的就 拳打脚踢 十二月份啊 我是十二月五号跑的 从重庆 十二月六号审的他 那是冬天特别冷 熊峰弄一盆凉水 泼上去 泼上去以后 还觉得不过瘾 再找个电风扇过来 哗就这么吹着 就这样 公刚摩 你说他是黑社会也好 说他流氓也罢 还能挺住 还是没举报我 后来怎么举报的 跟公刚摩 王志过来 说我们把你老婆抓了 你信吗 公刚摩的老婆 程琪 她是两个 她是乳腺癌 两个乳房被切除 扩散到肝 我见她的时候 她说话已经这样了 就没有底气了 宾临死了 奄奄一息了 公刚摩说 我老婆都成那样了 你们还抓她 说你不信是吧 好 我拨通电话 拨通了电话以后 拨通了电话以后 让那边 抓她老婆的警察 把电话给了 公刚摩的太太 然后这边 让公刚摩听 你听不 她太太从那边 就传过来电话 说公刚摩 她叫公刚摩 叫她公摩 说咱们配合吧 公刚摩才没办法 说他们拿我要死的 临死的太太 威胁我 那么让我签什么字 我都签 监局揭发李庄 就这么出来的 签了字 说我教她编造 本来没有调我 那是李庄教我编的 就成了这样了 所以说我就被犯罪了 就抓起来了 就为这事 李庄案就是 真相就是这样的 后来呢 不是到了这个 北京以后 我就所里的领导 和北京的有关的 这个司法局的领导 最后决定 你不能再去了 必须为了你的安全 你不能再去了 那不能再去 我怎么办 我必须得跟人家 马上要开庭了 已经到了法院了 随时随刻要开庭 那怎么办 我必须对当事人家属负责 他们请了我 我现在给躲起来了 怕抓 我藏起来 那他们开庭怎么办 我们领导说 你就在这住着 别出这个地 完了以后呢 躲过这一阵 再说 我说好吧 可是我在那住着 我心里头踏实不了 我趁着那天中午啊 都睡觉了 我一个人开车出来 就到了北京 大兴镇国肿瘤院 因为她老婆在北京住院 乳腺癌嘛 扩散到肝 肝癌了 晚期了 我得跟她老婆 有一个交代 下一步怎么办 我就开车去了 去了以后呢 是下午 五点多钟吧 在大兴镇国肿瘤医院 三楼 紧西头 阴面第一间房间 330病房 我就去了 去了 敲开门以后 她老婆在床上躺 这也不能动 我就跟她讲了 讲现在的形势很危险 我是不能再代理了 你们家交的律师费 我也要退给你 但是我可以给你介绍 几个北京其他的 我的好朋友 也很优秀的律师 我正说着 因为我进去以后啊 把我的手机 和他的手机 电池都要抠下来 放到卫生间的水盆里头 水盆下边 有一个抽屉放那 我们才能进来 在这个病房里说话 因为这个电话呀 王立军他们早都 给我监控起来了 这个电话就是不打 你放到这 我们这么说话 王立军都能听到 所以是很可怕的 我们就把这电话 就挪到卫生间去了 刚说了没两分钟 门 我跟他太太正在那说 他躺在病床上 我给他讲 现在情况很危险 推荐几个律师 啪一下 这门就开了 呼啦啦就进来 十来个人 病房也不打 就站满了 就把我围起来 王志带队 就是重庆公安局 杀兵办分局的局长 在合肥被判了 五年 第四被告 也是掩护 博古开来杀人的 一个局长 跟郭维国 王立军他们都是一伙的 进来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 那是三楼 我就想从楼上跳下去 有个窗户 因为冬天 它的窗户 室内很热 开了这么小一个缝 你们记不记得 八十年代初 日本有一部电影 叫追捕 那个男主角啊 叫杜秋 我当时就想 从那三楼跳下去 然后寻找他们 刑讯逼供的罪证 但是我的动作太慢了 十几个警察上来 就把我摁到那儿了 好虎啊 也抵不过一群狼啊 就把我带走了 然后 带到飞机上 也是坐最后一班 我听他们那个 王志局长 抓到我以后 兴高采烈地 马上向重庆报告 给王立军 抓着了 抓着了 抓着我了 押到机场 然后上了飞机 后三排 全是重庆公安局的 飞机最后啊 三排 全是重庆公安局的 他们一上飞机 要饮料啊 要咖啡啊 我也当时很热 那机舱里面很热 现在网上有我的照片 穿着皮夹克 哎呀 热得我就 浑身上下都湿透了 完了以后 我就说 我想脱了这个衣服 行吗 这太热了 那两个警察 一边一个 卡着我死死的 我说你能 到了飞机上了 最后 最后这一排了 我说你放开我 我让我放松一会儿 他说不行 这我们规定动作 就太后了 两个半小时 一直把我难受坏了 后来我说 我喝杯咖啡行吗 因为我知道 我去了以后 肯定我睡不着觉 我说喝杯咖啡 提提神行吗 我说 小姐来给我来 来一杯咖啡 空姐 马上要给我倒 王志说 一挡 说没咖啡了 他代表飞机上 就宣告 没咖啡了 他不让我喝 他喝 喝完了以后 到了重庆 一下飞机 那几百人 那一二百 百人都走完了 我们不是最后一排吗 完了下面 就上来人 拿着对讲机 下面都开始布置了 我说的大镜头 大抢面 大布景就出来了 都走完 下面上来 特警 说可以下去了 旅客都疏散完了 我们最后一个下 还是一边一个 架着我 走到飞机舱门口 这一推门 我一看 吓我一跳 那边三路防暴警察 戴着钢盔 穿着皮靴 一身迷彩服 每人胸前 一支微型冲锋枪 三路纵队 十几辆警车 把飞机包围起来 闪着警灯 这是好莱坞 大片的镜头 我当时就吓我一跳 我说这是抓住 本拉登了呢 还是奥巴马到访了 这是 就把我 后来我心里这么想 我没有说 我说这什么镜头 我一个什么罪 我一个律师 你说我也没杀人 没放火的 直到这么大动静 这得浪费纳税人多少钱 后来我也没说话 就下来了 从悬堤上下来 王立军穿着这么大的一个 黄色的风衣 站在那 插着兜 就是 2009年12月12日 西安事变 张学良抓蒋介石 也是发生在这一天 双十二事变吧 是张学良在西安抓蒋介石 也是这一天 王立军在北京抓我 都是12月12号 见了以后 说李庄 我们又见面了 他说的又见面是 十天前我们在头等舱 邂逅 说李庄我们又见面了 我说是 不是第一次 但我相信也不是最后一次 你不要认为你那张网 我们撕不破 我说我有什么网 我就知道有一张法网 法网灰灰吗 我们重庆打黑除恶的决心 是任何人阻挠不了的 我说我双手赞成打黑 但坚决反对黑打 我这手还一抬 那警察 就背过去了 他不让我指手画脚的 我说你这是 这弄这么大场面 这干嘛呢 这是抓住 这是奥巴马到访呢 还是抓住本拉登了呢 这得浪费纳税人多少钱呀 我们任何一项工作 都是有成本的 我说好好好 那我当你们的成本 然后他跟王志说 你们开始执法吧 王志上来 给我戴上手铐 压上车 压着我往上走 在我上车门的那一刹那 王立军嘱咐王志 他可是一个懂法的人 提醒他们 说这家伙可懂法 你们可不要胡来 说他可是一个懂法的人 王志明白明白 现在想起来 王立军这句话救了我 就是提示他的手下 不要胡来 这个家伙可是懂法 你不要拿出对付 黑社会对付流氓那套 给他再吊起来再打 那就要麻烦了 所以说他们这 整个我在重庆的五百四十八天呀 对我非常客气 非常文明 当时审了我 12月12号弄到重庆 就半夜12点了 然后从机场到看守所 几十公里 全程戒严 每一个路口 警灯闪 闪烁 防暴警察 头戴钢盔 手持微型冲锋枪 整个那些 那就比奥巴马来了 一级警卫还要严格 就是给你一个宏大的场面 来打击你的心理 让你知道 你犯下了滔天大罪 我当时觉得挺可笑 因为我遇见这样的事 没有这么大的动静 因为这么多年律师 很多公安局检察院 经常抓我 关个几个小时 关个一两天的 我也习惯了 所以说也都适应这种环境了 当时他们去北京抓我 我还说呢 我还不服呢 我说你们怎么把我抓过去 还怎么把我送回来 我还跟他们吵 我不知道他们这回玩的 跟我玩的是真的 真把我判了 真给我送到监狱里去了 所以到了这个看守所以后 第一天 第一次审讯 第一个人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王志说的 李庄 告诉你 你就是领口供 我们要把你送到监狱里去 大三长已经开会研究定了 什么叫大三长 公安局长 法院院长 检察长 就重庆的公安局长 法院院长 检察长 大三长 因为他有三级 高级法院 中级法院 和基层法院 他说的是大 高级的 那三个长 不把你送到监狱里 我这身警服 就不穿了 这是王志开场白嘛 当时我不服嘛 就跟他们吵 吵了半天没有用 所以说从抓我 12月12日 12日抓我 第一天抓我 第二天逮捕 第三天发起诉 第18天开庭 创造了中国法治史上 最快的重庆速度 1月8号就宣判 两年半 宣判两年半 当时审判长还问我 上诉不上诉 我肯定上啊 我不上诉 中国16万律师 也会为我上诉的 我当时是这么说的 后来呢 这个 判两年半 两年半 我在法庭上 可能有部分的镜头 何亮亮老师 也解说过 你们现在网上 可能也有部分的片段 视频 当年的 但是他们不敢放 完整的 整个从早晨9点1 一直省到半夜 第二天凌晨1点16 156个小时 他不敢播放 为什么 因为在法庭上 我说的这个审判长 和公诉人 是哑口无言的 他们说不过我的 虽然他们找的是 全国十家 重庆十家 两个最佳的公诉人 但是他们没有理 没有证据 辩论他们是不行的 所以说这个视频 到现在他们不敢放 就这种情况下 就愣判你两年半 我后来回到看书所以后 这是2010年1月8号 就宣判 两年半 我说你们怎么不判 我三年啊 因为最高刑事三年 但是就两年半就判了 判了以后呢 我就 琢磨 医生那种 强烈的对抗 那种讲事实 讲道理 讲程序 讲法律 讲条文 讲什么没有用 就判你了 你有千遍万化 我有一定之规 必须把你送监狱里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必须想一个策略 就是你 重庆当时是疯了 你什么都不讲了 你什么都不讲 我再跟你讲法律 还有用吗 那不对牛弹琴吗 我必须改变策略 所以说在李庄第一季的时候 第二审 第一审 强烈的对抗 判两年半 我一看什么也不讲了 那我得换个套路 第二审 认罪 1月8号宣判我 上午 我回到监事 回到牢房 我写了8000多次 昼夜的写 从8号上 我一直写到9号天亮 写了8700次的上诉书 对一审的判决书 逐行逐字 逐短进行了驳斥 可是交了以后 我想这么弄 没用的 他必须得判你 因为什么那时候文强 公刚膜 陈明亮 很多黑社会 包括文强都没开听了 必须得把你尽快地判掉 把你李装送到监狱里去 我们后面打黑厨 才能顺利地进行 顺利地开听 因为不把你送监狱里去 你很有可能 文强过两天 又找你来怎么办 你这么便 我们怎么受得了 所以说必须得快点 我教了那个 我就想 教了上诉书 我知道 因为二审 按照中国的法律 一审判你 你不服 二审 你上诉 上诉中国的法律 是可以书面审理 就是不用开听 我看看 材料 维持原判 就四个字 完了 维持一审 一审怎么判 我二审怎么维持 对我肯定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一审他们丢了很大的脸 我在法庭上跟他们 举个例子 我申请 审判长 我申请这个 你回避 他说 驳回 我说我申请审判员回避 驳回 我申请书记员回避 驳回 那我申请工作人 回避行吗 驳回 在座的 有没有学大陆法的 我不知道 这个驳回啊 不是审判长能做了主的 他必须得请 是本院的院长 如果说 我审你 你说驳回 好 你说回避 申请我回避是吧 休庭 我出现 请示院长报告 他申请我回 回避 院长说 好 驳回 那我回来 你刚才的申请我回避 经请示人民法院院长 谁谁谁 现在口头通知你 驳回 你必须得有这么一个程序 他通通的 驳 驳 全驳回了 我说 你这审判长 你连骑马的程序 你都不懂 你哪怕你出去到卫生间 你撒泡尿 你回来告诉我 说请示院长了 驳回 你屁股都不挪 也不敲锤修厅 你就驳 你驳的什么回 这是一 第二 我申请公诉人回避 公诉人是检察院 他必须你修了厅 他回检察院 请示他的检察长 公诉人是否回避 是你法院能做得了主吗 甭说是你审判长 你院长都没着权利和资格 就这么简单的 低级的错误 在大庭广众之下 重庆当时就这么审的 说这些视频 他不敢 他不敢对外公布的 明显的错误 明显的程序上的 这个缺失和漏洞 明显的丢人现眼 明显的李庄 那个趾高气扬的劲 他怎么敢播呢 他不敢播 二审 所以说你写了上述状 开庭 我们不 书面神 不回 肯定是这样 我料到了这样 那怎么办 两年半 我在里面就得待两年半 我不甘心 必须想个策略 什么策略 我跟警察 我跟龚刚摩会见的时候 跟警察 那个过程啊 录音录像 我都录了 正名警察就在旁边 他们说 我交给龚刚摩编造 中央电视台当时也播了 你旁边站着那么多警察 我怎么可能交给他编造呢 我要编造 你警察当场就把我拿下 你为什么不拿下我呢 人家王立军说了 你会见的时候 我们旁边没警察 实际上我的手机里面 都有录音录像的 我就想早点 因为我从病房被抓走了 龚刚摩的太太 已经奄奄一息了 我那些录音录像照片 那手机怎么样呢 她老婆还活着没有 我心里没数啊 所以说我必须得回去 必须尽早地出去 一切围绕着先出去再说 所以说我策划了一个方案 认罪 昨天凤凰台 何老师 你们凤凰台和凤凰网 上面有一个误解 说李庄来重庆 不是来香港揭秘了 揭秘这个 当时这个重庆公安局 没有打他 没有对他行刑不一共 他认罪是由于什么什么 情势所迫 这种解说词啊 又误导了大家 不客观 本来我重庆 对我确实没有刑讯逼宫 没有打我 没有骂我 认罪呢 是基于我想快点出去 找到 公刚膜老婆卫生间 水盆下面藏着 能够证明警察在现场的照片 我不可能现场教他编造 编造的话 警察当场就把我拿下了 我是基于这个 所以说我就想一个法 认罪 所以说我就报告 管教我认罪了 那警察一听好家伙 你这家伙认罪了 马上报告薄熙来 王立军 郭维国 第二天天一亮 法院的 检察院的 公安局的 专业组的 全来了 扛着摄像机来的 听说您认罪了 说医生你那样 你怎么能认 你这个 当时这个一说认 后来那个郭维国呀 第二天就来了 来了以后他就让我 你认罪你能写个东西吧 我说好 我就写了一个 毁罪书 这毁罪书你们可能 当时我写的是 毁过书 后来他说你还毁过呢 医生都判完 你两年半了 你怎么还写毁过 你都有罪了 好 那我改个字 毁罪书行吗 好 然后第一段 一共写了六段话 第一段 被限制人身自由以后 对我的思想教育 触动很大 怎么怎么样 他说被限制人身自由 你好像我们非法拘击你 怎么叫被限制人身自由呢 我说好 那我改 被拘留逮捕以后 对我思想触动很大 这样行吗 反正第一个字不能变 被 第二个字 比较民事诉讼 我是搞刑事辩护的 还有民事诉讼律师 我说就比较民事诉讼 行辩律师更应该 十大体雇大局 政治挂帅 思想上和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 我写的第二段 被 比 谐音嘛 第三个字 认 认识到我自己的 错误的严重性 我感到非常懊恼 被逼认 第三个字 第三段 长头诗嘛 第三段的第一个字 被逼认 罪 第四段 第一个字 罪行法定 是刑法的一项根本原则 被逼认罪 缓 第五段第一个字 缓慢的思想转变 给我带来了 沉重的代价 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被逼认罪 缓 行 最后一个字 刑法的根本任务 是保护人民 打击犯罪 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被逼认罪 缓刑 最后一个字 不但藏头 我还藏着尾呢 出去坚决申诉 说六段话的第一个字 连起来 被逼认罪 缓刑 最后一个字 连起来 出去坚决申诉 当时我写完了 修 跟郭维国呀 修改了多少遍 拿到王立军那儿 终于通过了 他们很高兴 这家伙终于认罪了 装起来 他没发现 所以说 事后呢 王立军呀 薄熙来呀 郭维国呀 很生气 因为这个 所以说 才导致了李庄第二季 就是 第一季不是判我 两年半吗 后来你说 你认罪了 好 后来我们就宣判吧 宣判第二审 2010年的 2月9号 上午宣判 审判长 鉴于李庄 认罪态度 较好 一审不是停 停 不配合吗 第二审 鉴于认罪态度 较好 改为 一年六个月 就是原来两年六个月 现在改成一年六个月 当时我跟郭维国 说的是 得让我出去 我认了罪 咱们可说好了 我认罪 2月14号 大年初一 春节 认了罪 你让我出去 好 没问题 只要你认罪 回家过年 好 我策划了一个 他也配合 他也急于向全世界宣布 李庄认罪了 他自己都认了 结果呢 2月10号一宣布 不是 还没到2月10号 2月2号 2月3号 开完厅 法庭最后陈述 我念了这六段话 当时我念得非常慢 念得非常慢呢 有的一个记者叫 湖南的 《肖像晨报》的记者 姓 尼 尼志刚 他2月4号凌晨 3点多在网上 就破译了 说天哪 李庄的悔罪书 是藏头诗 然后世界舆论一片哗然 然后这个 郭威国 郭威国 王立军专案组的 就是他是3点多 凌晨 2号开一天听 3号开一天听 4号凌晨3点多 他上网就发了 天哪 李庄的悔罪书 是藏头诗 4号8点多一上班 郭威国专案组 他们就拿着 那个我写的东西 到看守所找我来了 说李庄你这写的什么呀这是 你这 你这不是 把我们重庆公安局 检察院 法院 我说什么意思 你说什么呢 他说你这是藏头 我说 我说我是写者无益 你们是看者有写 你们这是文字语 我当时也不承认 我说你把这个人民日报 你给我拿了一张 你再给我一个小剪刀 我从上面剪贴下来 可以剪贴成任何反动标语 拿了一个 我说我那随便写的 谁让你们怎么这么串起来的 那谁这么串的 我说我没那意思 他说那你能不能再重写一个 我说都听都开完了 我还重写就没必要了 反正死活是不给他们写 结果二审没办法 那天就宣判 说改为一年六个月 我一听就急了 我上去把那个话筒 就抢过来了 我说你们这个怎么都是骗子 当然郭局长 当时我们都说好了 一审 二审我认罪 你给我 缓刑让我回家过年 怎么怎么样 我说你们要这么弄 我咱们也说清楚 我那认罪可是假的 你们详细看我那藏头师 我那是藏头还是藏美 在法庭上 我当听就给他揭露了 揭露上 我还说 这个是得罪公安局王立军的 还说了更严重的 1936年在北京草莱的监狱 国民党的监狱里边 你们去看看 61个共产党员都写过悔罪书 宣布脱离共产党 第一个就是拨一拨 你们看看 后来他发警 带着我 走走走 法警啊 法警说到这儿 就把我从上面 好几个法警 拖着我就拖出去了 我说你们好好看看 36年那个61个叛徒 第一个就是博弈博弈 那不是毁罪 那是斗争策略 当时就给我蹲出去了 不让我说了 这个时候的薄熙来啊 薄熙来在市委书记办公室 有一条专线 他看着是现场直播 当场就把插杯就摔了 2月9号这是宣判 2月10号送监狱吧 一年半吧 结果带监狱去 送到监狱这个路上啊 有一个车队就送我 有武警中队长 有士兵拿着冲锋枪 看守所长 还有这个警卫车 开道车 我就一年多一个罪犯 一年多的徒刑一个罪犯 弄得正是很大 压着我 戴上手铐 然后就给我送到监狱 在去监狱的路上 我的这个 中巴是考斯特中巴车嘛 二多个座 我旁边坐的就是 看守所长 周明祥 周所长啊 就跟我聊天啊 说昨天 宣判的时候 你就说你有没有 最最重最轻就行了 你干嘛说人家老汉呢 重庆啊 管父亲爸爸叫老汉 老汉 说你说你就行 你说人他老汉干嘛 我说我说什么呢 说你说人家 薄熙来他爸干嘛 我说我没 我说的是党史 是历史 我也没侮辱谁 是吧 那是斗争策略嘛 说他爸 当时对敌斗争经验丰富嘛 是吧 先认了罪 出来再说 因为什么呢 三六年 确实把共产党的 六十一个人 抓起来 滇 关到北京草兰的监狱 当时刘少奇是北方局的局长 北方局的书记 高岗 代表这个中共和国民党 监狱里边的内线人员协商 六十一个共产党的干部 在里面关着 你要承认 你有罪 宣布脱离共产党 就释放你们 马上走 你不承认 就统统杀掉 你不认罪 高岗就给刘少奇来汇报 刘少奇说 为了保存实力 因为共产党当时很缺干部 说可以 写什么都行 我讲的党史怎么了 这是历史啊 所以薄熙来很生气 就弄了我一个 判了我一年半 然后不让我见亲属 不让我见家人 不让我见律师 不让我打电话 不让我看报纸 不让我看电视 所有的一切 在高墙里面 高度的封闭 但生活上 对我很关照 我曾经说过 我住过的监视 是世界上 世界上 最豪华的监视 比什么秦城监狱 比美国 英国 比你香港的监狱 豪华多了 我那监视里面 这么厚的春毛地毯 我的墙壁都是 那个KTV包房里面 你们见过 这么厚的软包装 墙壁都是 比这厚多了 这个都不是主要的 一个大液晶电视 两个大格力空调的壁挂 壁挂空调 这个也不算什么 我那洗手盆 那个水龙头都给你卸了 卸了以后装成红外线感应的 墙上一个软管 你手一靠近 那水就从上面出来了 你可以洗手 淋浴也是 还有更高级的 坐边器都是软包装的 陶陶的坐边器 上面包这么厚的软海绵 这么厚 坐上很软 就是你想死 你想撞死都不行 到处都是软的 所以说严密防范着我他们 然后我的监视旁边 就是我的私人 医务室和厨房 整个看守所 就是像这个 这个演播厅这样 它是一圈 全是监视 这一圈全是 我在这个角 就是关文墙的那个屋 把文墙枪毙了以后啊 把那房间花了几十万装修了 我住在文墙那个房间 就文墙死了以后 我住他那屋 当时呢 一个管教民警 管好几个监视 但是好几个监视 就一个警察 管好几十个罪犯 我这个屋呢 是两个警察 管我一个罪犯 他俩轮着班倒 而且还有十二个人的 特警小分队 因为关了我十四个月嘛 十四个月 他 不让我见亲人 不让我见什么的 就是高度封闭 不让你知道外界的任何消息 干嘛呢 他们查呢 组织了好几十个人 分成了十一个专案组 查李庄十年来 所经办过的所有案件 到我们所财务档案 把我办过的案例 卷宗调出来 派着各路人马 在全国各地查我 有没有犯罪的蛛丝马迹 比如说偷漏税啊 刑贿法啊 法官啊 或者是交了钱不住账啊 或者做假证等 查了我十四个月 最后实在查不出来 就说什么呢 你是诈骗 说我诈骗 诈骗什么 诈骗公刚摩家 一百五十万律师费 我跟公刚摩是欠有合同的 有协议的 而且那个钱 他也没给我 直接打到我们律师事务所 我们律师事务所 交完税以后 给他开税务局的 正规的票据 我怎么成诈骗了呢 郭维国就说 因为十四个月了嘛 这是2011年的3月28日 十四个月 跟外界失去任何联系 那一天放风 所长把我从监视里叫出来 我刚坐在那 郭维国进来了 进来以后就说 我说郭局 我老远一见他 他说你等会儿啊 等会儿他过来了 过来把我叫到屋里 把门关上 任何人 看守所长 副所长 因为看守所都是他的下级嘛 他是局长嘛 不让进 进来以后 李庄你可把我害惨了 我说什么事 你弄得我十四个月 谁也都不让见 你那藏头师啊 让王局长 把我骂得狗血喷头的 就是当时我跟你修改 怎么弄 怎么竟然没发现 说我们公安局 在这儿丢了大脸了 再加上你说 那个61个叛徒的事 博书记很生气 我说那你得让我 见律师 见家人啊 你不能这十四个月 什么都不让我见 不让见是不对的 怎么能不让见呢 不过也快了嘛 你将来以后 判了刑 住了监狱 你就可以 监狱就规范了 每个月都可以见 我说我这十四个月 都该出去了 怎么还得判刑啊 漏罪嘛 你不是那个诈骗嘛 你不是还一个罪嘛 诈骗人一百五十万嘛 啊 我说我那一百五十万 成诈骗了 我说郭局 看起来你们重庆市 把不打赞 让我活着出去了 你转告他们 如果你们真敢 按一百五十万起诉我 我一头撞死在法庭 你信吗 他说哎呀 不要这样嘛 你还有父母嘛 进监狱以后 好好改造 争取立功 还能早点出来嘛 我说你得了吧你 就这样 我一说一头撞死 这是上午见 下午就给我派来 十二个人的小分队 防暴特警 谁提训我 法院检查院提训我 一边站三个 我在前面走 左右一边三个 跟着我 我说你老跟着我干嘛 我们是奉命 行是 跟着 就怕我撞死 准备着氧气包和担架 因为我脾气急躁 暴躁我不好 他们就怕我出事 你知道吗 就这么弄 最后撤了宿了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 撤错是多方面的原因 这不是一个方面 种种原因 因为什么呢 因为用现代宇宙观来讲 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任何事情都有前因后果 不是一因一果 整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多因一果 比如说最简单的 没有王立军抓我 我今天也坐不到这儿了 我坐不到这儿 这儿也跟你们大家见不了面 也不可能跟何亮亮老师 并肩而坐 所有的一切 当然你再往前倒腾 没有公刚膜委托我 王立军也不会抓我 再往前还可以说 我跟公刚膜不认识 是我三十多年前一个朋友 他和公刚膜当时是 八十年代初做摩托车生意的 他介绍我认识的公刚膜 所以说这个宇宙啊 用哲学的一个名词是什么呢 蝴蝶效应 就是西伯利亚的蝴蝶 扇动翅膀 可以引发印度洋的海啸 这之间有什么联系 可能现代人类文化解释不了 但是它毕竟有它内在的东西 时间的关系啊 我不可能讲得太多 因为写了好几十万字的书啊 实际上我四月份就脱了稿 但是始终呢 在跟编辑在段落调整上啊 老是没有最后定 我讲的这些故事啊 在书里面都有 将来有机会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本来想再出个什么香港版啊 出个什么的 但是这回香港图书节没来得及 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吧 行吗 下回有机会 咱们再说第二季 谢谢 谢谢李庄先生 李庄先生讲的精彩 这个大家都已经体会到了 我自己呢 有一个这样的认识 就是通过李庄律师 她的这个遭遇啊 我们看到了 这个所谓的这个唱红打黑 如果它成为今天中国的政治生态的话 将是怎样可怕的一种情形 所谓唱红就是用红色的经典 用这种所谓革命的这个理论 具体来说就是用革命的手段 来改变现在的这个财富分配 而所谓打黑呢 就是用这种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 对 没错 唱红呢 唱红就是一个折修布和挡箭牌 挡着 外来对他的支持 对 如果这样的人掌握了中国的最高权力 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那后果非常可怕 在座的可能三分之一人头落地了 看 如果是那样 谁有钱谁危险 所以接下来就想到的就是 薄熙来案会怎么审 他明明就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窃国大道 怎么审得看最后控方 到底出示哪些证据 因为这个 刑事案 对 他的这个证据倒是最后还没有公布出来 我们现在说这些有点为时过早 对 所以我们就看 看看这个案子的这个审判 我们现在还有点时间 现场的观众 看有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向李庄先生请教 谢谢这位 李律师你好 我先请教一下 您是怎么样 看待您个人生命 受到威胁的这个程度 和推动中国法治建设 这么一个步伐的一个 两个当中的一个矛盾性 然后我先请问一下 再有一句话 不是在中国内地有句话 就叫文天祥的一个 人生自古 谁无死 留取丹青 赵汉青吗 那么您觉得 从历史角度上面去怎么样去看待 一个人在这个当中 可能去发挥的一个地位 和在您这个过程当中 您有去进行一个 某一个程度上面的一个妥协吗 我来简单地回答一下 当时抓我的时候 一审不是宣判了吗 宣判以后 他们让我认罪 我说我不但没罪 我还有功呢 他说什么功 我起码我提醒 我这么弄提醒你们公安局以后打人啊 打得不要太狠 别留下痕迹 起码收敛一点吧 这是往小里说 我提示了你们 往大里说 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和公正 所以说我是有功的 后来一审宣判我以后 我说我愿意用我的人身自由 去推动中国的民主与法治 向前迈进一步 哪怕是极其微小的一步 我伸出个小拇指在法庭上 当时我的豪言壮语 就是抢占了当时的道德制高点 我先把它站住 后来呢 我这句话 今天来看 基本上实现了 因为2013年1月1日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诉法 已经修改了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李庄条款 两条 现在已经改了 比如说 以后再碰上当事人举报律师 你不能先把律师抓了 说你编造 刑性逼供 把你弄到监狱里 然后再审判公刚摩 开庭了 各位律师都注意了 不要在这法庭上说什么刑性逼供了 刑性逼供都是李庄编的 他已经被抓起来判刑了 进监狱了 说别的 不要再提这个了 吓得全国各地律师 谁也不敢说话了 杀一敬白 这薄熙来王立军做到了 现在的法律变了 因为我而变的 就是李庄条款 以后再碰上这样的事 异地公安机关侦查 你不能重庆公安局抓李庄 说他是编造 换一个地方 这叫异地侦查 这个条款为我而变 第二个条款 先审本案 再审眼睁案 因为我的案子是 公刚膜案件衍生出来的 你得先审公刚膜案件里面 到底有没有刑性逼供 你再说李庄犯没犯罪 如果他里面有刑性逼供 那就不是李庄交的 说这两个条款都变了 另外 怎么面对人生 我告诉你 我跟很多朋友都说了 我是建议有条件的朋友们 都近期住个一年半在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可能是调侃 因为我近期的时候 有重度的脂肪肝 尿酸还高 而且血脂还高 住了一年半 出来一检查都正常了 为什么 他在里面吃的粗茶淡饭 吃的带好 虽然对我有特殊的照顾 但毕竟跟外面不一样 想吃什么吃什么 今天一吃鲍鱼 吃两个吃螃蟹 吃三个 你知道尿酸肯定高 那你来香港这几天 还是小心点 小心小心 所以说呢 这个另外呢 我那监视的那个床头上啊 挂着八个字 面对现实 热爱生活 在我的老房 我每天起床以后啊 第一眼先看他 一共是十几平米的牢房 每天就在里面走嘛 我什么 我一天得看他无数遍 到了上午十点 放音乐 音乐一响 我就在牢房里边跳迪斯科 大喊大叫唱 高兴 强迫自己 高兴愉快 只有这样你才能挺过来 你要天天以泪洗面 那你早死了 早完蛋了 就这样 谢谢 这位 这位刘先生 终于能够在香港 见到李庄律师 这是心里头啊 非常的高兴 因为三年多以前 当这个薄熙来 这个炉日中天的时候 我曾经在我的报纸的专栏 连续写了六篇文章 抛轰他的灿红打黑 您是哪个报的 东方日报 这个我在这里有个专栏 当时 我觉得那种用政治运动 群众专政的手段 来解决改革开放 带来的一种社会矛盾 弊断等等 完全是逆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而动的 所以我当时是炮轰 但是当时李庄的案来讲 就是在炮红打黑的大环境里头的副产品 问题是 今天 最近的内地提出了所谓的 七个不准讲 七个不准讲当中 最后一个是不准讲司法独立 如果这样的 这个思路来讲 跟炮红打黑有什么区别呢 都是左的一套 如果这个样子 李庄案不会是最后一个 我想让李庄律师来评论一下 这样的一种不准讲司法独立的严重效果 谢谢 法呀它有一个根本的属性 法在全世界来讲 它分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 我们香港实行的是英美法系 大陆实行的是大陆法系 以大陆法系为代表的国家 有中国 日本 德国等 香港的就是美国 英国呀 这些法系 无论你是什么法系 记住 法 它有一个本质的特征 哪个法系 哪个国家对法的概念 基本都是一样的 我记得我读政法学院的时候 考试 法第一道题 概念题 先说法 冒号 这道题天空 就是解词嘛 法是当什么讲 三分 我现在背的一个字都不差 法 记住 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 第一点 第二点 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 第三点 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 行为规范的总和 你根据英美法系 大陆法系 哪个国家都一样 体现的是统治阶级意志 你在台上 你有权利立法 你是老百姓 你没有资格立法 当然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 虽然法的概念 在全世界几千年了 都是这么一个模式 但是我们现代的法治理念 应该讲究 宽言相计 恩威并举 书读结合 我在监狱里 看了很多的书 把监狱所监狱里书 所有的书都看完了 最后没有了 他们就给我去买书去 我看的最多的是论语 论语啊 一共一万五千多个字 我在里面基本上都背过了 其中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就是孔子两千多年前说的 道之以正 其之以行 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 其之以礼 由耻且格 这话当什么讲呢 就是你治国安邦 你用高压酷政酷刑 来治理这国家 老百姓吓得战战兢兢的 能够免除刑法的处罚 他不犯法 他不敢犯 但是内心的廉恥之心 没有唤起来 道之以正 其之以行 民免而无耻 后一种呢 是理想国家的法治理念 叫道之以德 其之以理 由耻且格 就是用道德和理 疏导 教化你 让你有廉恥之心 高兴地 轻松地 自觉自愿地 遵既守法 能够避免的 法律的对你的惩处 这都是我们共同追求的一个 理想的法治境界 谢谢 我也想请问一下 龚刚摩现在怎么样 龚刚摩因为监局揭发我 他是34个黑社会当中的第一被告 由于揭发了我 他被无期了 他活了 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 后面好几个都枪毙了 他因为监防我 活了 活了 但是现在 他向中央 向最高检 向所有的媒体 已经通过律师 写出他的亲笔的证明来了 说我 对不起李庄老师 是因为当时他们拿我 得了癌症的老婆威胁我 我实在受不了了 如果还能回归社会 我愿意用我的余生 去报答李庄老师 我看了这句话以后 我不但不恨他 我还非常同情他 谢谢 但是他的案没有翻过来 还是作为黑社会 还是作为黑社会 现在大家都知道是个原案 但没办法 因为这样的案子 不是我一个 太多了 中午我还在讲 你给李庄平反 怎么平 所以说现在 给我平不平反 对我个人来讲 没有任何 大家在座的都给我平了 我不需要法院给我平 是吧 所以说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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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钢膜啊 如果给李庄一平反 李庄就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 这一块一倒下 那就乱烫了 为什么 因为我是交缩 因为我是交缩公钢膜编造 刑讯逼供 如果我说是 给我平反 说明呢 我没有交缩 如果我没有交缩 那就意外的 公钢膜案件 有存在的刑讯逼供 如果存在的刑讯逼供 那就得开庭 如果开庭就坏了 再往下进行不了了 为什么 公钢膜火着后边 第二第三第三 都没 人头都没了 你怎么开 你开庭 必须被告人 站在法庭上 你人都没了 你怎么开 这个法律技术上 突破不了 这是第一 法律上 不可行 第二 经济上 几十亿 几百亿 成千上万亿 成千上万亿 都唱了红歌 塞了银杏树了 警察做了西装 薄熙来 王立军在餐厅里 把他吃掉了 唱红打黑 弄了几十个人 花了几千万 就为了一个礼装 花几千万 这钱哪来的 都是没收的民营资本家 把他们杀了 把这钱用到这儿了 你现在给他平反 你怎么平 平反可以 放他出钱 你得把他 别说一天 靠国家赔偿多少钱 你就把本该属于他的钱 还给他 没有了 那边命没了 这边钱没了 你拿什么平 这是第一法律 第二经济 第三 政治 因为审判李庄 你提拔成检察长了 因为审判公刚膜 你提拔成院长了 因为审判李庄 公刚膜 你提拔成 这个副书记了 你说你原来是科级 我现在提拔你当处级 你原来处级 我提拔你当副局级 你都是因为 你审判李庄 有工啊 这些人还不是一个俩 要一个俩简单 一大批 我给你领装 评论反 这些人都得撤职 这不可能吧 这是政治上的巨大障碍 我理解 我深深地知道这一点 谢谢 好 谢谢 这一位 这一位有问题 这是我们最后一位问题 谢谢 我很感谢这个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我想请问一下 那个李庄律师 你刚才讲到 就是说 你刚才讲到那种 所谓的三长会审 那种情况 其实我个人理解 就是说 在中国这种司法 就是在这种司法 这种独立的过程中 很难 就是很难把一个重庆 作为一个单独的案例来看 就是说 这种行政手段 对于这种司法的干预 其实你如果放到 其他的省市的话 或多或少也会有 就是没有重庆那么厉害 就是说 就是说所谓的 你刚才讲的三长的这种 三长的这种同意啊 什么之类的 我就想知道 就是说 你认为 从你的这个案子来看的话 如何实现 中国这个司法独立的 这个关键在哪里 你怎么 你认为中国该怎么样 实现这种司法独立 谢谢 好 我来简单地说一句啊 这种情况呢 在过去 某些地方 某些时间 是比较普遍 但是十八大之后 你们可以看 就新的一届中央委员会 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就原来九个常委 后来变成了七个 拿掉了政法委 进常委 政法委的权力 现在在削弱 我已经接触了 很多省市的 政法委的书记 曾经 他们可以一个人 代表攻坚法 他都说了算 现在你再找他 他会跟你说 抱歉 李转老师 我现在不能管理指挥了 我只能负责 协调 一下 政法委的权力在削弱 已经削弱了 这就是进步 我认为是进步 谢谢 非常感谢李庄律师 今天给我们做的 这个精彩演讲 使我们了解到 这个中国法治建设 它的必要性 和它的这个 兼具性困难 也非常感谢 我们在座的这么多朋友 这个自始至终 这个非常精神饱满的 在这里听这个演讲 而且我们有互动 那么最后呢 我们主办方 贸发局 他们有礼物要送给 有点纪念品 要送给李庄律师 先是献一个话 先是献一个话 先献一个话